人的各自的决定因素呢 它是多方面的 首先呢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那么对一些长不高的患者 我们首先要区分 它到底是遗传因素导致的身高不够呢 还是一些疾病引起的 那么对一些疾病引起的 我们还要区分 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么对一些生长激素缺乏性的诸如症 打生长因素那是有效的 那么如果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一些青春期发育迟缓呀 或者是由于它取起的其他的疾病 导致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身高不够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先天性的暖槽发育不良 比如Tunus综合症 这些病人的话 它打生长激素是不期效的 那要根据它的具体的病情 进行对应治疗才能有可能让它的身高 长到一定的好的一个程度 负责的话 光子弄生长因素是不行的